昨晚Leon黎明的粉絲肯定開心到睡不著 Leon很久沒有開音樂會 這麼難得跟偶像接觸 那些粉絲肯定特別熱情 好像這三個由十三歲已經開始鍾情黎明的女粉絲 玩遊戲時卻拚到盡 卻拚得偶像送上擁抱,甜到柳 輸了都獲得紅抱一個 那贏了有什麼大獎呢? 你可以成為Leon會后的女人 這位剛巧又叫Maggie的粉絲 有幸跟Leon上一幕電影甜蜜蜜的坐單車片段 真是羨慕死人 不過Leon的樣子似乎有點尷尬 抱完香港粉絲 Leon都不忘跟來自台灣的粉絲影相留念 還主動開機,認真看貼 台下歌迷不斷叫喬喬喬 當然不可以故此失彼 要下台逐一握手,親近親近吧 Leon和泡泡 剛才我看到有些粉絲很開心 哄到粉絲,每個人都很高興 上台都幾乎可以和你泡泡 其實會否因為有一段時間 都沒有跟粉絲有這類型的接觸 所以令人開心 本身他們很多是見過很久 認識了很久 不是短短幾年時間 有很多工作 變成他們讀書的時候 去了工作 工作的時候不是很多時候 可以出來見你 變成我自己也很久沒有做這種任務會 變成有時候大家做朋友很久沒有見 突然間你見到 那自然會有很多東西 你會身體裡產生一些元素 還是放輕鬆 很輕鬆 當一切來到自然的時候 你就不會有解體 什麼時候真的開演唱會了? 粉絲都很等 我申請了很久了 我不是投訴 我們很尊重市場申請批文的條款 因為我們申請了五次都不行 我繼續努力申請 繼續努力 繼續等 謝謝